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财经专家来谢谢献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请到商周总主币吕国珍 大家好 以及财经所助理教授谢陈燕 大家好 好 刚刚谈到我们要来谈我们的荷包 我们的荷包最近可能会因为油价的大幅波动 而荷包大失险 而油价的凶手是谁呢 恶物随时可能开展 美国国务院要公民不要前往乌克兰 而且撤销的作业持续进行当中 我们看到波兰股市也在隔壁 有夠衰 隔壁出品要修正 所以它的股市创下1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位 陈燕 现在到底有多紧张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 像跟油价联动的塑化股间也涨上来了 包括台肥 因为肥料也有关系 因为俄罗斯也出口肥料 然后包括钢铁的部分 矽晶圆最上游的部分都上涨 可见这个局势确实很紧张 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看到一个反差 就是波兰最大的这个焦炭生产的JSW 股价持续的大跌 今年以来已经跌了超过这个10%以上 一天就跌10% 这一波是一路跌了 那包括这个波兰最大的20支成分股的指数 其实也创了刚才 娟姐你讲了15个月来的新低 甚至连他们的债务都证实面临违约 那到底现在整个战事有多紧张 我要跟各位讲 现在俄罗斯的兵力 已经集结到哪里 集结到基辅上方 就是我们讲白俄罗斯 以及南方的克里米亚 这样随时他都可以借到 我们讲之前 车诺比这个禁区 直接可能只取这个基辅 指导黄龙 而且现在已经派出了 包括我看战斗机轰炸机 黑海舰队 离海舰队都出动 而且这个战机 这个图95代号熊的这个 战略是轰炸机 其实它不但有轰炸的能力 电子侦测能力 照相能力 其实它是四个轮先讲 现在是现存还服役的 唯一的一台 这个螺旋式的轰炸机 那这个轰炸机 他们被叫做 这个冷战 这个叫做冷战时期的活化石 因为到现在你看 50年代到现在 活化石去打仗啊 对 那当然会觉得说 你还没很烦 你要派活化石来修炸 可是不要小看 去年它展示 在叙利亚战事当中 它展示的这个 自杀式无人飞机 这就厉害了 为什么这个自杀式的无人飞机 它甚至可以在 比如说我们登陆艇上面 就可以发射 它带三公斤的弹药 时速80到130公里 所以这一架就比刚刚那个 活化石机还多了 而且起飞以后 它可以巡航30分钟 等它找到目标以后 你注意看画面 它就直接自杀式的垂直 一个直接精准的命中目标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当然乌克兰这边也开始集结了 因为美军也一批一批的武器 不断的送过去 到目前第三批已经到位了 这个标枪的 这个所谓的反坦克的武器 它这个武器很厉害 它可以用再接一个人扛 两个人可以扛在肩膀上 也可以安装在 所谓的移动式的装甲车上面 来去发射 这个飞行的方式 它会在目标之前突然拉高 垂直下降精准的集中目标 不要枪飞胆 对 所以美军也派这个 这个来训练 那当然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 这个称诺比的这个禁区 对不对 其实现在乌克兰有21.5万的军力 他们已经开始派驻往 这一个禁区 开始来巡逻 带着AK47 而且因为这里无人 他们要特别派这个狙击手 他们在训练的方式 带着防毒面上趴在地上 对远方来进行射击的一个训练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呼吸 包括这个镜片可能模糊 产生的一个问题 而且他们甚至还训练 所谓的反瞻射击 什么意思 就是在透过一个小镜片 然后通过反射的方式 枪口不是对准前面 而可能是对准90度的左边 或者是往后射击这样的一个模式 表示他们已经开始重视了这一场战争 随时做好准备 包括现在连他们的小朋友 也送进去训练 你可以想象吗 娃娃兵 这个不是 以前是女性去训练 现在连小朋友都要去训练 娟姐这个不是夏天的战斗营 这个真的训练 他要带着枪去跑步 甚至穿着迷甲服 而且甚至要教你做 这个实战射击的一个训练 你看 教官为什么要一直打你的手 你的枪要扶好 你真的开枪的时候 他有后座力的 甚至你带着枪在地上翻滚 甚至左手要 右手要握着你的左 这个扶着你的左边心臟喊口号 所以表示他们是真的当一回事 所以看起来战事是一触即发 好 看起来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全民备战 而俄罗斯重兵集结 连无人机都派去了 普丁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这场战事 造成国内的经济出现大崩盘 因为拜登说话了 拜登说 如果你敢入侵乌克兰 我让你的油天然气都出不去 好 我们为什么认为 这场战事一旦爆发 很有可能对俄罗斯 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是一场风暴 我们看卢比大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迹象 对 卢比已经扁到 俄罗斯卢比已经跌到14个月的新低 然后这一次拜登讲说 他射出两支箭要来对付普丁 第一支箭是说要学修理中国一样 像限制华为把一些高科技武器 设备还有像晶片这边禁止输出到俄罗斯 甚至还扬言说我让你还买不到iPhone 买不到iPhone很严重吗 当然不太严重 我可以买小米 我不让俄罗斯人买到iPhone就对了 iPhone变成制裁的武器 第二支箭才是真正的设想 我觉得第二支箭才是为重商全世界 拜登开始去协调北非 还有中东 还有卡达这些国家 看能不能增产所谓的石油跟天然气 以便随时来支援欧洲 重点是欧洲 因为整个俄罗斯 它其实有36%的经济的收入 来自于石油跟天然气 每年从乌克兰输到欧洲的 有400亿立方尺的天然气 然后27%的原油 其实是俄罗斯卖给欧洲的 那普丁就 拜登就想说 我一定要找到代替 对不对 如果找不到替代者 他现在一时之间也不敢制裁俄罗斯 对 所以他现在还喊出来说 要限制德国跟俄罗斯之间 拉一条天然气的管线 叫做北溪二号管线 一年总共要卖550亿立方尺的天然气 到所谓的德国去 然后有一个国家 就站出来支持俄罗斯的 那个国家叫中国 中国就一年向俄罗斯 多增加几十亿立方公尺 不过跟400跟550 比还是相差很多 所以现在局面就是 拜登想办法帮欧洲找其他的卖家 能够去补足这个缺口 那俄罗斯没办法卖到欧洲的部分 中国说我来买 我来买 但是中国再怎么买 也没办法补足这个缺口 对 但是我们往下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俄罗斯跟欧洲之间 其实靠的是天然气管线在卖天然气 整个德国 其实整个德国 竟然连天然气的接收站都没有 所以如果有一天拜登说 俄罗斯禁止卖天然气到欧洲去 那会发生什么问题 其实德国要嘛烧煤炭 要嘛就冷食了 因为冬天的时候要靠烧天然气 来供应暖气 所以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 其实欧洲是很难生活的 这也就是问题严重点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 如果拜登跟普丁 真的因为乌克兰事件开打的话 国际的油价有可能一口气 飙到100块以上 而且终端可能会 最终可能会飙到175块美金一桶 175啊 对 现在是80几 那就double了 去年我们台湾光因为天然气的价格 大飙涨 中油总共赔了794亿元 可以说是天然气 其实让台湾伤很重 对于美国会不会伤很重 美国12月的CPI 其实高达6 是40年来的新高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打CPI 所以我们最近股市狂跌都在狂 美国要打通膨 准备要升息 如果美俄因此开战 那等于之前所有的努力 完全负资流水 反正油价会暴涨 天然气会暴涨 我们的中油会亏惨了 通膨的压力会更大 那这个时候来买苏化股可以吗 这个时候买苏化股 当然如果稳定的成长 那苏化股是会比较好 比如说台塑 对 台塑也倒面 如果是像台塑化这样的卖油品的 不过要看它是稳定上去的 是不是稳定的上去 这样会比较重要 如果是暴涨暴跌 对于台塑跟台塑化来讲 还是重伤的 谈完了恶物战争 以及通膨怪兽之后 紧接着要来谈谈我们的疫情 本土在今天是新增46例 特别是大家今天这间 不是Omicron 是Omicron的妹妹 据说她妹妹更恐怖 我们都会带来请教秀希老师 不过阿中部长 在今天成为立法院的教练 卫福部 难道对处理这个婚姻的外遇 标准有那么低吗 你真的觉得牵个手没什么关系 我们大家都牵过很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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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呢 飞鸿他问他说 你知道你的暑假 连番爆婚外情 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说我们大家都牵过 很多人的手 问题是你牵谁的手 你不能牵别人老婆的手 所以秀希老师 也牵过很多人的手 你不想牵我 你有没有牵过不该牵的手 没有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Omicron 我没空了 这也是他讲的 好 我没空了 我们来讲我没空了 谢谢 我没空的妹妹 真的有很厉害吗 我没空的妹妹叫做BA2 更恐怖吗 医生说 进化有如螳螂捕蝉 黄雀栽后 谢谢老师你看 对 因为Omicron这个 它的变异我们都已经讲了 36个变异点 当然会产生她的姐妹 这是很正常的 那所以我们 谢谢老师 为什么只有姐妹没有兄弟 对 所以 兄弟还在后面 所以你谈懒补偿黄雀栽后 后面还有故事 那我要跟大家讲 这BA2在丹麦 那这个丹麦的这样的流行BA2 它对于没有打疫苗的人 侵袭所产生的重症 影响特别大 所以这就是我们重症 因为 Omicron怎么会有重症 Omicron不是都轻症吗 但是就是说 如果没有打疫苗 如果没有打疫苗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 疫苗不一定保护感染 但是它会让你打完之后 那重症发生的机率会比较低 好 我们看到潘医师说 这是螳螂捕蝉 黄雀栽后 为什么这么讲呢 他说Omicron就是螳螂 我们叫是螳螂 一起很厉害 想不到他妹妹BA2更厉害 她说BA2就像黄雀在后 后发先制 所以现在 老师 现在全世界Omicron的 感染患者里头 BA2是不是已经超过原始株了 目前来讲 只有在丹麦这个国家发现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属于BA1 大部分还是BA1 对 还是BA2 但是BA2如果你打了疫苗 其实轻重症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对没打疫苗的人 确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这个你看到 这个图字 你看到美国一直在讲 他的死亡上升 其实我们还是要讲 他的死亡上升 其实不一定跟BA2有关系 但是他的死亡上升 最主要还是因为 他的确诊课案 Omicron太多了 所以他去攻击了 没有打疫苗的人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 其实他真正上升是因为 你知道美国还是有 将近快40%到50人 是没有打疫苗的 还有加加上我们过去 我们等一下看到的 这个疫苗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保护力消退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 等会再来讲保护力消退 对 那拍照也就是说 也就是观众朋友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不要小看Omicron Omicron也让美国的死亡率 包括重症率往上攀升 好 那我们来看 Omicron的妹妹 现在是大家比较担心的BA2 它被称为是亚变种 是 那我来讲一下 这就是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变异点 那它有三 其实它有三个很重要的亚型 那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第二种亚型就是 这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BA1 它既有这个69跟70的切丝 以及含有这个所谓的流感 流感化的这个遗传变异 这两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BA1 所以BA1比较清正就是因为 它加了这个流感的 这样的一个混的流感的遗传 那它有透过流感的遗传物质 所以比较清正化 所以BA2基本上来讲 意思就是说它这两个都没有 BA2这两个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它检测有些时候 比较不容易检测出来 所以它有可能PCR都测不太出来 另外一个BA3就是这个再重新出现 现在有一个BA3 对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仍然还有6970 6970很重要 6970就是原来 所以你刚才会说 兄弟在后面 对吧 BA3 对 BA3其实就是跟这个BA1 只是它没有混流感 所以我们很怕没有混流感 混流感会清正 没有混流感 这个是我们后来还要再继续观察 那老师我们台湾现在有BA2 对 对吧 但还没有BA3 没有BA3 那我们的BA2的数量有 很少 很少 只有高雄那两个 高雄嘛 一加三口 所以我一直在讲 BA2只要你打了疫苗 其实就比较比较担心 因为这是丹麦的研究 亲证跟中证差不多 BA3还有待观察 但是打疫苗有两种 有一种是打两剂的 有一种是打三剂的 那BA2是面对打两剂嘛 我好吗 因为很多打两剂的观众朋友 他的时间都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还能够有保护力吗 其实这个Omicron对于这个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 保护力的时效 还是跟Delta Alpha不一样 你看 你来看这张图 这张是最新的科学研究 你有看到吗 这个 Beta Beta 铐马 Alpha Delta 大家做分析的时候 都群聚在一起 只有Omicron 半股价 什么 意思就是说 他记理他们是有眼的 他们是不同的亲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远亲 对 他们是远亲 那他对于抗体的反应 也是跟他们不一样 这就是Omicron 我们现在打的疫苗 当然我们维持的时效 一定会比Delta更短 所以一定会比Delta更短 然后但是呢 他们对于轻重症的降低 都是有用的 但是对于保护感染 在这个地方会有差别 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听不懂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主位是 这一群人嘛 对吧 我们现在是要抵抗这群人 对 但是他的远亲Omicron 我们过去那两季 包括现在这三季 其实都是针对这一群 在设计的 对 对他是有多季 我们不知道 效率多少 对他的保护 会比这个Delta 因为原来就是针对这个 会比Delta少 少多少 目前来讲观察出来 大概会 时效大概会剩下两到三个月 所以有保护力 但是时间很短 保护期很短 但是对重症来讲他们都一样 虽然是眼性 重症都有 对 重症都有 但是保护力的时效比较短 对 效果比较差 时间比较短 效果比较差 时间比较短 效果比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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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果降三分之一 疫苗先挡住 撑一段时间 来到三四月 我上次讲过 就下面有口服药物 所以我们稍等要来 叫口服药物 口服药物 我们已经来一倍了 是 现在二月底 上次来的 那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记得叫 莫 莫尾拉皮 莫尾拉皮 这样比较好记 已经叫莫尾拉皮 那应该讲过 然后二月底 会有辉瑞的口服药 所以一旦有了口服药 就可以解决 疫苗的问题 疫苗失效的问题 一旦有了口服药 你看我阿公 我都不太敢讲 跟病毒共同 我都不太敢讲 流感化症 我们要讲流感化 我们一定要有口服药 因为你没有药 等到他真的得到了 没有治疗 万一变成重症 对不对 那生命可贵 但是你有口服药就不一样 因为你口服药只有服下去 你可以有预防性的 可以有治疗性的 所以这个口服 所以有两种 一种是预防性 也就是说他也可以 预先先吃 那就预防性了 预防性投药 那另外一种就是 老师刚才说的 他如果掉了 怎么治疗嘛 对 所以有了这个 我们就开始可以谈流感化 轻症流感化 这样大家比较有保障 不然可能还是要 轻症之后还是要隔离检疫 所以这些都有影响 现在就是 辉瑞新的口服药出来 你看他对高风险 那服用高风险就是 有重症危险因子的这些人 你看到他口服药 两组你看可以降低 将近快90% 他的这个症状 好够不错 好够不错 三天内呢 对 有症状 可以减少住院或死亡 这个降低 90% 89%或 88% 五天降低88% 效果很好啊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如果对一般的标准的 一般的病人 标准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一样可以降低 死亡风险70% 所以住院死亡风险 所以这个药一出来之后 这个药很特殊喔 这药我们二月底就有了 对 这个药其实是从 原来抗艾滋的药物 为什么要抗艾滋的药物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Omicron的 这个变异点太多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找出一个药 能够兼顾多重药物组合 来克服它的抗药性 要不然你如果只针对一个点 他吃了之后 万一有抗药性 那就不好啊 所以他们现在就在研究这个 因为我们人类对于抗艾滋病 就是在做多种组合的药物 所以这就是它延期 所以这个成分 就是我们用来攻击 新冠肺炎的很重要的 这个病毒蛋白酶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的成分在里面 这是原来HIV延伸的 开发药物 那现在被认为非常有可能 可以避开它的抗药性 如果因为这个新冠病毒 很容易变异嘛 一下就被一下烧物就出来 兄弟就出来 表兄表弟一大堆 所以这个口服药老师意思是说 它因为它的艾滋病 因为它是原本是艾滋病的药物 所以它对病毒如果一旦在变异 仍然会有效的 对 因为它艾滋病发展的方向就是 它容易 因为艾滋病本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 所以他们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就一定会考虑到它的抗药性 所以一定会有多种变异点 所以抗药性这件事 我们要还乐了 对 它为什么会这么有效 就是因为莫拉皮拉尾 就是我刚才讲那个 莫拉皮拉尾 就是它刚使进来的那一株 这个就是默克 这个默克原始外 你还记得瑞德西韦吗 记得 其实它是跟瑞德西韦同样的来源 只是瑞德西韦是用打的 用株 这个是用吃的 所以这两个药以后也可以组合在一起 他们现在正在研发 它为什么比较担心说 可能没有像这个这么样的有弹性 是因为它用的是RNA结合酶 RNA结合酶就是病毒在护制的 所需要的这个酶 这个酶如果我们把它抑制住 RNA就没有办法护制 没有办法护制 那病毒就没办法增值 但是这RNA结合酶 要把它跟其他药物组合 你也知道这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是蛋白酶的抑制剂 要它组合 它就可能组合的弹性就会比较高 这位老师意思是 辉瑞的口服药 比较不会有抗药性 但莫娜皮拉尾 仍然有抗药性的问题 所以第一批我们买的是莫娜皮拉尾 这个可能会有抗药性 因为它早期在做 它已经早期在做 那时候Omicron还没出来 那辉瑞是我二月底会到的 对 辉瑞比较不会有抗药性的问题 比较低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提醒观众朋友 虽然疫情很严峻 也不要过度恐慌 因为我们现在的武器是越来越多了 他们警戒带你来关心的是晶片 晶片荒到底有多严重呢 想不到白宫竟然说 全世界前150大企业的晶片库存 现在只剩五天 只剩五天 它怎么知道只剩五天呢 因为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它要求 跟半导体有关的大企业 要交报告 交机密资料 当时台湾还很大的反弹 说为什么我们来说 那是我们的商业机密 也因为这些机密资料 美国做了解密之后 确定其实这些大厂并没有囤货 而且真的很缺 缺到什么程度呢 缺到现在的库存天数 竟然只剩五天了 是 当美国商务部公布这个资料的时候 真的是震惊了 震惊了所有大大震撼 因为本来以为有人故意囤货 囤晶片造成晶片短缺 结果他自己调查出来 结果全世界150家主要客户 主要的企业 竟然只有五天的库存 所以反而美国商务部 不是要惩罚这些囤晶片 而是提出警告说 大家要赶快跟台湾买晶片 因为库存平常的话 大概有40天 现在只有五天而已 不好意思 台湾的生产线也满了 对 而且未来六个月 这个问题还是无解 所以晶片真的非常的缺 那晶片非常缺 怎么办呢 对 所以美国其实 有引起了一个很大危机 对台湾来讲 这其实是一个挑战 就是史普尼克危机 已经可能是激起了美国 德国跟日本的危机感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因为全球抢干金元厂 台积电会引爆台湾的 史普尼克危机 为什么新闻会下这个标 到底什么是史普尼克危机 跟台积电又有什么关联呢 对 一九五七年的时候 全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 人造卫星叫史普尼克二号 那时候美国看到苏联人 把卫星射上天空的时候 美国人多紧张 他们害怕有一天苏联人 会从天而降来占领美国 所以美国那时候的总统 甘乃迪就急起直追 发散所谓的太空科技 后来终于在1969年 美国人第一次登陆月球 才解除了美国的这个危机 同样的我们今天 对美国 日本 德国这些先进国家 这一次的调查之后发现 原来全世界的高科技的晶片 竟然都要依靠我们这个小岛 所以引起了他们一个很大的震撼 所以真的是威胁跟利用 希望我们的台积电 去这些国家设厂 所以真的是这些国家 会急起直追 所以引爆了半导体业界的 史普尼克危机 对 就是有一天 他们真的是警惕自己 为什么我们会在高科技上 这么依赖这个小岛 所以国真你怎么看台积电呢 因为大家最想领的红包 还是台积电 对 我如果我们看 因为领起来又稳又安心 又睡得着觉 对 如果我们来看 史普尼克时机之外 我们来看到台积电 跟所谓的美光未来的合作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台积电在未来几年的 在所谓的新的布局这一块 其实还是非常 尤其是这一次的法说 我们看到它头一个东西 其实是让人家很好奇的 就是先进封装占它10%这一块 先进封装 对 也就是说 所以它在嘉义设厂 就是要做先进封装 在那个竹栏 苗栗的竹栏 在竹栏设的就是先进封装 那它现在准备要在嘉义 也是要设封装厂 对 也是做封装厂 就是先进封装 这一块其实在未来 所谓的半导体 可能要进入1奈米 也就是说所谓的摩尔定律 会达到一个极限 张庄某在2009年的时候 就订定了个叫 超越摩尔的计划 那时候他就预估 晶片本来是18个月 会推进一个制程 会增加一倍 然后不断地推 推到现在是3奈米 2奈米 到了1奈米 可能会是个极限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今年投了10% 10年前就开始做了 就是以前晶片是越做越小 现在它开始往上堆叠 越做越立体 越做越高 简单的讲就是像在晶片上 已经做很小 还要盖101 所以不断地堆叠上去 所以台积电等于 未来十年的竞争力 张庄某其实已经想到了 而且是09年开始做 现在开始在大幅扩厂 好 透过刚刚刚国臣所说的 晶片越跌越高 在晶片上盖摩天大佬的 这个堆叠技术呢 就是来自于美光 所以台积电和美光的吸手 会让三星真的看不到 台积电的车尾灯 但竟然在这些媒体谈到 台积电吸手美光大赢三星 竟然和麦当劳的薯条有关 这个晶片怎么会和麦当劳的 薯条有关呢 陈彦 是因为台积电工程师 吃了薯条以后就有精神吗 你当他的脱态啊 其实不是啦 因为 大力水手啊 对 麦当劳的薯条很特别 大家都知道吃起来特别Q 就是因为跟他的冷冻干燥的 这个制程有关 而这个制程呢 是出自一个马铃薯的农夫 叫辛普劳啊 他当时发明了这个制程以后呢 现在全球三分之一的薯条 都是来自于他的公司 那为什么又讲到 他跟台积电有关 好 他在1980年的时候 投资了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呢 当时是在一个牙科诊所的地下室哦 研究什么 记忆体 好 他就投资了 投资了以后他就当了董事长 一个农夫 投资一个记忆体的团队 有钱嘛 这个农夫也满有眼光的 而且很有眼光 对 更有趣的事情是 据说啦 据说 在1990年以前 他们的管理阶层 脖子这边都红红的 为什么 都是农夫嘛 所以什么时候开会 所以这些研究记忆体的团队 的管理阶层 管理阶层 成员里头的管理阶层 都是农夫啊 对 然后呢 所以开会要在早上5点45分 为什么 因为农夫很早起来嘛 农夫可能三四天都起来 弄完啊 快点快点开开的 5点45分 刚才来吃一个沙档 去松柄餐厅 吃沙档开早餐会议嘛 就这样子 那实际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为什么突然之间三星冒出来 因为在1980年的时候 其实美光当时 这中间遇到了财务困境 后来就 那为什么突然要冒出美光 这个团队是美光啊 就是美光啊 这个团队 对对对 这个农夫领导的记忆体团队 就是现在的美光啊 开在牙医诊所地下室的这个团队 其实就是美光的前身 对 那因为中间遇到了财务困境啊 所以他们就想要记转 记转给谁 就记转给三星了 他们还有技术可以记转出去喔 对 但是当然他们也很小心 这个三星 所以当时要记转的时候 有一个协议 就是你派工程师来学 但是你不可以碰我们的电脑 因为他怕其他的机密外泄嘛 那怎么学 很简单 我把图打开在电脑荧幕上 你看 你用看的 你自己记 所以当时每个工程师去 就这样瞪大眼睛这样一直看 然后看完以后赶快回到饭店 赶快拼揍那个记忆 然后把图这样子就把它画下来 你记转人家又怕人家偷 所以你记转人家 他只让人家学 但不能抄就对了 对 但是 结果他们都赶快硬背 强背 就回去把它拼凑抄起来 也真的厉害 三星也因为这样 三星也厉害啊 对 那可是问题是 就是在去年 为什么 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 这个刘德英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说其实美光的技术领先全球 奇怪 那不是三星很厉害吗 怎么刘德英会讲这句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键 就是在去年 这个美光的Eα的这个 低润的制程 比三星更早几个月退出来了 所以美光在低润的制程 在低润技术上 现在已经超越三星了 对 那为什么说 这样台积电我很高兴 大家知道台积电就是 晶圆代工最厉害的先进制程 这都没有问题 那三星也是紧追在后 台积电会担心吗 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 三星在记忆体这块很厉害啊 所以台积电是逻辑 逻辑电路的非常厉害 这一块领先三星很多 但是这记忆体不见得 没错 所以这一块就有落差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三星拿着它的记忆体 跟客户一起谈晶圆代工 是不是就很有机会了 要抢单是不是就容易了 所以台积电这下跟美光合作 美光也领先三星 强强联手 我跟各位讲台积电就不用再怕三星了 所以台积电要补足自己 低远缺憾的那一块 对 等于边吃薯条边嘲笑三星 所以美光的前身其实是一群农夫 而这群农夫就是现在 我们吃麦当劳薯条 冷冻技术最厉害的那一家公司了 这一群农夫呢 建立了美光之后 有了记忆体技术之后 曾经记转给三星 让三星一度超越了美光 但现在美光再度赢了三星 而赢了三星的美光 现在要跟我们台积电联手 在机体这一块如果我们再补足实力的话 那台积电真的是 所向无敌领先全球了 今年的通膨压力高涨 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开增 万一油价再往上走高 通膨的压力会更大 问题是有另外一股力量 是政府打炒房的力量 在政府打炒房的力量 以及通膨的力量的角力之下 房价今年还会再涨吗 六大县市新建案 包括房价都持续创高 在通膨效应之下 房价到底要涨到哪里去 还会再涨吗 当然要问一下专家国华 我们从过去的记录 几个来看到 我们从2006年 这个时候2006年 2006年我很清楚 我在大直 你看房价一直上涨的时候 政府开始给它升息 升息之后 它这个房价稍微整理一下之后 这条线黑色这条线 是房价上升的曲线 黑色是房价 房价 其他这些线都是所谓的 融通利率 或者是放款利率 你看当它升上去的时候 房价还持续上涨 稍微整理一下要继续上涨 我们看到2006年涨了21% 我们再看看到2010年的时候 涨了17% 最近这一次极加升息 我们看到在2018年 开始要慢慢升息的时候 它还涨了2.57% 这个事情代表什么 我讲一个故事 例子就是说 大家觉得房价很高 所以政府你一定要拿出 升息的手段来控制房价 那每当他拿升息的房价 这个控制的手段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犹豫了 那明年会跌吧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买 是不是不要进场 好 我讲一个2006年 95年发生的案例在哪里 在大直重划区 当初我那时候 就这个时候过年前 那时候有一个案子 叫中泰交响曲 过年前 一句话不懂了 60万 开架60万 合案第一排 后来就涨到200多万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不要讲说 核案第一排 我们讲那个40几万的 就在大直重划区 现在美孚饭店 对面有一个叫 华顾的名水浴 那时候推价推46到50 夭壽 你就不能46 你怎么撒一公月又改40倍 改一公月又改50万 当地的大直人 我碰到的好 对 当地的大直人说 夭壽在建设都这样子 结果当地又不买 可是过完年后 回来说 这样可以看吗 那个预售中心还在现场 不好意思 卖光了 不好意思 卖光了 你真的很高兴 现在多少 我跟你说 卖完以后呢 隔三年 两年半以后盖好 那个没买的是我帮他买到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卖是差不多50万以下 对不对 第一户拿出来盖好 拿出来卖了成交70万 这样几% 40% 什么地区在今年有 比较大幅度上涨的机会 因为很多地方 像高雄 像台南都涨很多了 还会再大涨吗 那比较没涨到的地方 会补涨吗 是 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 台南 高雄 台中 新竹 涨多少 多少 还用过去式 为什么 那已经发生了 我们买房子 我们要谈的是说 我未来买哪里比较有潜力 我们来看看 从这一些地方来看 你看 在过去看到 不管是新竹也好 台中也好 台南也好 高雄 是不是都涨红的 近一年 近一年涨最高 对不对 都涨了十几% 我们看到一个区 涨最少的是新北 新北 好 近一年 新北就涨5.4% 我们来看 京西朗的台中涨20% 高雄涨11% 你会说高雄才涨11% 因为高雄是 去年第四季开始爆涨 那我们整理的是近一年 如果你只做去年第四季 高雄当然是涨幅最大的 台南一年来也涨了15.3% 所以最落后的 其实是双北 这其中有新北涨得最少 没错 就我们如果要买房地产 假设你在台北 你会看到 我还是坐在新北市 我会 这样未来是不是 换他来表现了 就是换他来补涨 换他来表现 我们来看看 一般人怎么算呢 合理的房价涨幅怎么算 一般就是把经济成长率 加上通货膨胀率把它加上去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房子应该有这样的 增值的空间 对不对 好 2021年的主计处公布的 经济成长率预估是6.03% 然后今年去年的年底 跟前年比起来 我们的通膨指数多了多少 多了2.6% 所以你2点 2.61是通膨率 对不对 经济成长率是6.03 6.03加2.61就是我们一般认为 合理房价涨幅的公式 那这样加起来是8点多 8.64 对 那你看新北 新北比较差很狠 为什么才涨5.4 这个5.4就代表说 其实他出现了一个机会 补涨的空间 他有可能是落后补涨的一个区域 好 那问题是新北很大 是 新北很大 到底哪些地区 又在新北里头最有机会 这个问我就真的是对了 因为新北来说 我们讲 新北市有两个重要的门户 不管是搭高铁坐铁路 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过来 只有两个重要的门户 一个就是新满特区 另外一个就是新东复都心 新东复都心你看 它有多少 有三个快速道路 有三条捷运 新卢线 机场捷运线 跟环状线 然后有一条高速公路 有三条快速公路 你看这么快的一个周围有多少人 超过100多万人住在附近 你看三重的人要经过新庄 然后板桥的人也会经过新庄 然后台北人出路也会经过新庄 所以新庄复都心 我认为因为过去我曾经卖过 新庄复都心 我曾经卖过66万一瓶 我有听过七字头的 对对对 因为开价预售七字头 有预售七字头 我是乘屋都卖到六十几万 后来这几年在修正的过程上 我那时候卖大概就是2012年了 然后这几年修正往下修正的过程当中 竟然还修到四字头 六字头 这个概念是什么 各位我带大家回忆一下 各位知道林口最新的开价是多少吗 超过五字头 林口已经开超过五字头了 不要惊讶 我们再看看清浦特区 最新的开价也超过五字头 那如果清浦都五字头 新庄六字头太委屈了吧 没有错 所以我们就讲说 新北的整个落后的这个环境里面 哪一个机会是最大的 其实在新中复读星 就是它最主要的核心地带 因为它有什么中央核属办公 它有什么 它有我们的很多的科技大厂在周边 我们新北财业园区也在旁边 周边什么IKEA 特立屋 所有的生活经营都完整了在那里 所以我们来看新庄 是不是 今年房地产最有可能飙涨的潜力股 这边可以说是新庄的黄金地段精华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边商业生活便利 而且生活机能充足 重点是这边的交通很方便 或者有集结 中和新武县 还有环庄县三节云的加持 可以说是新北的唯一 在交通力多的加持下 新庄复读星也成为脱北族的宜居热区 更是新北市移居人口之冠 这边有三高三块 那包含系五高价 五人高价 那以及周三公共路 那所以南来北往非常便利 那再来三块的部分 它衔接的台六四以及台六五 所以在新北市的主要城市之中的串联在一起 是非常的便捷的 能吸引双北新队制产 住宅环境当然也是关键 新庄复读星 符合世界标准级CBD 除了有四座公园绿地环绕 更是座永校园第一排 这边有昌平国小 投签国中 甚至呢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 还有一些公共托托所的一些设立 那其实以有小孩子的家庭来说 他最希望就是 我可以在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 甚至在校园第一排的位置去制裁 从小家庭到通勤上班族 生活机能面面俱到 新庄复读星 房市前景看好 好 既然国华看好新庄复读星 你也很熟 来谈一下 OK 新庄复读星是这样的 过去因为这个机场据运还没有通车 还有这个环状线没有通车的时候 其实它很早就开发完成 它其实从化区都有一个落后的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它的建设建次达成之后 它的房价曾经在预售的时候会拉高 可是因为建设还没有跟上 会做一项修整的盘整期 下来之后就往上 我们看到的刚刚我讲的大指也是如此 所以这里现在刚刚讲的三环三线 或者是这个捷运线全部都完成之后 这边的生活机能跟这边的环境 其实已经造成了 如果你从来没有走到新庄复读星去看一下 你现在去给它看一看 里面都是新的大楼 向到又大也没有电线杆 非常漂亮 就是你看到了大指从化区 或者是你看到了任何一个从化区 你进去这里看 它完全在这边实现 所以它未来在这个房价陷入的过程里面 其实就我看来 即便如新店都已经涨到七八十万的开价的时候 那边只有三十万的人口 我们心中周围超过一百万的人口 你认为它的房价 如果目前还处在六字头跟七字头的状况 是不是你明年应该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 那它的生活机能呢 因为通常从化区最担心也最关心 就是生活机能 万一它是风吹草低渐牛羊怎么办呢 那都过去了 那都过去了 现在里面都完整了 你这里旁边是不是有新版特区 跟三重的生活机能一样 对 你先看 因为新庄周边 它其实它的生活机能 你往下面走可以占到 所谓新版特区的功能 我们旁边还有新庄还有三重 都可以接入进来 所以特立屋 好事多以及IKEA 都在旁边满足生活机能的情况下 这个区域里面的住宅区 这么大100公顷里面 只有20%是住宅区 纯住宅区 对 没有错 也就是说它卖了一块就少了一块 卖了一户就少了一户 少了一户 那慢慢退越推 当然越来越少 它价格势必是往上的调整的一个过程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就好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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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